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咱们说到 元冲焕都师在皮岛杀了大将毛文龙 一时间弄得住手在辽东的大部明军 人心惶惶杀了毛文龙 解决的问题并不大 无非是安抚了一些地方 让整天界受毛文龙训诫词对的朝鲜人 输了一口气 这最高兴的呀 那就得说是皇太极了 好家伙的嘞 有着毛文龙驻守皮岛 黄太极啊 都不能用如芒在辈这个词形容 皮岛上驻扎着这只明军呢 就好像是定在黄太极后腰上的一颗大钉子 只要想起毛文龙了呀 这黄太极就是辗转反侧 是坐立不安 这下好了呀 这大明朝啊 窝里反 元冲焕啊 一下子除掉了黄太极的心腹大焕 这有刺着牙高兴的 那必然就有偷着摸抹肋的 谁呀 毛文龙的手下部将啊 尤其是这三大养孙 孔有德 耿仲明 尚可喜 尚可喜呀 留到后文书在讲 在这儿啊 咱们暂且不提 孔有德和耿仲明 原来就是把兄弟 后来呢 这二人又双双被毛文龙收为了甘孙 于是呢 这哥俩呀 出入总在一起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毛文龙一死 这二人啊 也不想留在辽东了 于是啊 就双双 到了山东 投靠了登来巡抚 孙元化 说到孙元化呀 咱们就得多聊两句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人啊 他挺有意思 孙元化 其人啊 是既不会用人 也不会打仗 您瞧见了没有 他竟然能够收留自己 同朝的叛将 您说都是同朝为官 您以后还跟不跟 这两个人的老长官 陈基胜见面了 所以说在这方面啊 孙元化不会用人 也没有脑子 那既然是这么说 他凭什么 能做山东登来地区的 地方长官呢 哎 可说呢 这孙巡抚啊 他会练兵 就在这山东沿海的 登州来州 孙巡抚啊 训练了一支 强大的火器兵 并且呀 在明代末年 那晚的时候啊 那孙巡抚就聘请了 外籍教官 整整四十名葡萄牙人 说是外籍教官呢 可是我这会儿想啊 大概其也就是从海上 裸来的四十名葡萄牙海盗 不过呢 在火器运用方面啊 这些人可真有着 世界的先进水平 您算去呀 这明末的时候啊 那会儿的大英帝国 还不灵呢 海上雄霸的 就是这两颗牙 西班牙跟葡萄牙 不但有技术力量的支持 还引进了先进的火炮 红衣大炮啊 那字不用说 最主要的呀 是引进了一种速射炮 叫弗朗基 这种炮啊 炮身不大 机动性强 并且因为是后装填 射速极快 前三炮 据说只用二十秒 打完三发之后 擦了炮糖 经过几十秒的散热 又能连开三炮 这种炮啊 攻坚战差点 但是他既适合守城 又适合野战 这孙元化 在登州巡抚镇上啊 一口气 他就组建了十五只精锐的火气营 其中这美营啊 配一百二十辆四轮车 一百二十辆炮车 六十辆双车 其中啊 这火气 有西洋大炮十六门 中炮八十门 鹰冲一百只 鸟冲一千二百只 鹰炮啊 就是大台杆 俄国人管这种东西啊 叫守城炮 它比这鸟冲啊 在射程和威力上 都要大得多 大帅行在所在的登州城 更是重工之重 以四十名葡萄牙炮守为基础 登州火气部队 拥有弗朗基炮 二十余门 西洋冲三百二十门 鸟枪一千只 那么准备了这么些火气 炼了这么些的兵 有用吗 有用妈呀 这个呀 您得问皇太极去 东江麻线馆一战 孙元化只用了 十三名葡萄牙士兵 打了十九炮 就杀死八旗兵六百多人 这其中啊 还包括和硕 李亲王戴善的五儿子 巴勒马 这场麻线馆之一的胜利 被称为明军在海外以来第一大劫 不但如此啊 咱们大伙都知道 宁远城头的一声炮响 就是用的红衣大炮 元都师把努尔哈士轰成了重伤 最后伤众不治 导致着老奴死在了从五大连池回圣经的路上 那有哥们就得问了 你费劲巴拉搞这么精确的数字是干嘛呀 干嘛呀 因为这些个大炮鸟冲啊 最后归了包堆 都成了皇太极的财产了 这话呀 还得说是崇祯四年的八月 皇太极兵为大陵河城 大陵河城的守将您也不陌生 谁呀 祖大寿 这辽东啊 已经没兵可派了 远在山东的孙元化 接到了命令 要援助大陵河城 他思来想去呀 决定啊 让孔友德去 因为这孔友德呀 本身就生在辽动 长在辽动 所以让他去呢 可能更合适 孙巡甫啊 给了孔友德两千兵 又配了三百门大炮 让这孔友德呢 去解救大陵河之围 要不说这孙巡甫 他不会打仗呢 他竟然啊 让这两千兵 拖着三百门大炮 从陆路增援大陵河城 并且下令啊 这两个月时间之内 是必须到达前线 我给您算算这仗啊 这要是从海上走啊 大不了几天就能到达辽东 即便这天使部队赶上枪峰 就凭明代的航海技术 有个十天半两月 也能到达辽东了 可是要从路上走啊 那这事可就不好说了 咱们先啊 假设一下 能贴着海边过去 因为这么早 他最近呢 按现在话说呀 离了登来就进了河北 过了黄华之后啊 就是天津 走唐姑汉姑 大石姑奔卢台 过了卢台又进河北 就是唐山的海岸线 过了唐山啊 就是秦皇岛 出了山海关进辽宁 还有一半的道 哎呀我的天呐 两千人拖着三百门炮 您别说俩月了 我看呀 这是一年半的道 更何况啊 还没有咱们说的这么容易 他得走关道 这海边啊 他没有路 两个月呀 这孔有德带领着两千兵 还没出山东呢 可是这军粮吃的 可差不离了 还好这军中啊 有足够的银钱 征粮吧 明代晚期 不但辽东打仗 全国各地呀 也是一军四旗 这该征的粮食 早就被地方都府征完了 这老百姓手里呀 无非也就是口粮 孔有德带这两千兵啊 还就真买不着粮食 眼睁睁的攥着钱挨勒饿了 那没办法 这军中啊 只能是三顿改两顿 两顿改一顿 当这个大军呢 行之到无桥的时候 这无桥啊 大伙都知道 现在的杂技之乡啊 有一名小兵 实在是忍不住饥饿了 就跑到当地的士族大地主 王向春家中 偷了一只鸡翅 这王向春呢 朝里有人 他哥呀 是兵不尚书 于是啊 就让他的儿子 跑到这孔有德的军中告状 这孔有德也没有办法呀 就只好罚了这名士兵 可是这一罚不要紧 导致这军队呀 滑变了 这军中啊 有个参将 叫李九成 是个投机分子 借此机会啊 就怂恿着孔有德 他说这大帅 让咱们两个月到达辽东 现在两个月期限已过呀 咱们还没出山东呢 到了辽东啊 战事怎么样先不说 人头落地 军阀处置啊 那是保不齐的事 所以啊 咱们还不如干脆就反了呢 于是这二人翻回头来 没费多大劲 带领着叛军 就拿下了登州来州 为什么这么容易呢 您别忘了我 刚哥哥耿仲明的 在城里可是内应呢 这回成了 孙元化巡抚啊 练着兵铸的炮 全归了孔有德了 关于孔有德 耿仲明的叛乱 明史和青史稿 对这件事情描述都不一样 民间野史 《平叛记》中记载 孔有德的军队军纪败坏 并且主帅早有谋反之心 那么是因为不得已而谋反 还是蓄意谋反 我们现在呀 无从考察 据很多史学家分析 孔有德这次造反呀 是早就有准备有预谋的 在平叛的过程当中 孔有德和耿仲明游设计 俘获了孙应龙 从天津赶来支援的 两千水兵和一批巨剑 这平叛的队伍多了 咱们为什么要单拿出 孙应龙来说一说呀 因为这样呀 这孔有德手里边啊 不单掌握着大炮和火器营 再配上这水师兵啊 和蒙冲巨剑 投降后金的条件呀 就越来越充分了 这叛军嘛 总有兵败成破的一天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孔有德和耿仲明 带领着残部 驾驶着蒙冲巨甲 拉着大炮火器 一同投降了后金 随着二人详清的 大小战舰一百多艘 男女一共一万二千余人 其中啊 战将就一百零七个 精壮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名 水手壮定四百四十八名 虽然只有几千名士兵 可都是精锐啊 膳食火器 当时的黄太极啊 已经掌握了铸炮技术 再加上这些技术兵种 好钱 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 黄太极率领着亲王贝勒 出城十里迎接这两员叛将 并且见面以后啊 用了满足最大的礼节 报剑礼 也叫做报妖礼 我敢肯定啊 这黄太极 是绝对不会啊 扶下身去 丹西贵岛 去抱他们二人的腰 我想啊 也就是站定了 双方互相摸摸跨过轴子 也就算是见过礼了 归顺了黄太极之后 这二人都被封为了总兵 这黄太极美的呀 鼻鼎泡都出来了 逢谁跟谁说呀 而元帅孔有德 元系明臣 至名运之轻微 时时事之相辈 随举大众 夺聚山东 残破树城 时为我助 且又全邪军事官民 近载气泻甲咒 航海来归 伪计丰功 超群出类 朕身家赏 公元1636年 明崇祯九年 清崇德元年 黄太极是正式称帝 改国号为大清 加封孔有德为公慎王 孔忠明为怀顺王 尚可喜为至顺王 这三个人倒是吃谁向着谁 帮着黄太极征讨了朝鲜 并且在松锦 松山 杏山等地的战场上都立下了战功 到了顺治七年 孔有德率兵攻破桂林 驻守广西 早在这之前的顺治三年 孔有德就被改封为定南王 受平南大江军印 进攻南明的永利政权 可是这王爷当得好好的 没想到遇上茬子了 顺治九年的时候啊 南明来了一个能打的狠人 谁呀 西宁王李定国 气着咔嚓就在清军手中啊 拿下了湖南大部 并且趁盛南下是攻进了广东 直扑桂林 孔有德倒是带兵 跟着南明军队建了几仗 可是不是个儿啊 七月初四 明军登云梯攻城 定南王孔有德亲自上城指挥守城 谁想啊 被一箭射中额头 他自己琢磨呀 要想活命也难 于是他遣散了家人 让两个老妈子 带着自己的一儿一女 分别出城逃命 书中按表 可惜的是 其子孔延逊 出城没多久 就被明军秦霍给弄死了 唯有他的毒女孔思珍 单人毒计 跋山涉水 进京面胜 后来被孝庄文皇后 收为了一女 成了顺治皇帝的干妹妹 到了康熙年以后啊 官吃孔思姑 这位郡主阁啊 是有故事的 咱们讲到清代公主郡主那边啊 是肯定会细讲 今天这段书不说他 咱们在这儿也不过多的八尺 咱们再说这桂林城里 孔有德看着自己的闺女儿子呀 都出了城 让妻妾上吊自尽 也有一说呀 是被这老孔啊 用剑挨个捅死的 不过我觉得这额头中了一剑 他还有没有能力拿起宝剑来捅人呀 那是个事儿 眼瞧啊 身后的事儿全已经办完了 定南王孔有德 用最后的力气捅翻了竹台 随后这书房就是一把大火 定南王爷自杀殉国了 这也算是成全了 和皇太极的一场君臣之役 其实在早些年呀 这孔有德就曾经向皇帝请辞归老 他说自己呀脱下战甲 一看身上啊 有七十多处伤疤 每到阴雨时节呀 身上就隐隐作痛 不能入睡 简直是苦不堪言 所以呢 在头战死之前呢 请求皇上让自己归老辽东 好能够一养天年 这些话呀 读起来倒也无不让人动容 朝廷呢 倒是也没忘了这位殉国的老臣 顺治皇帝为孔有德上士号武壮 并且在府城门外 修建了一座衣冠种 取名叫做孔王坟 因为没有子嗣习成王爵 所以定南王这一番等于在顺治年就已经裁撤了 所以说呀最早撤翻的就是这定南王孔有德一番 孔傲德的故事啊咱们就讲完了 在清初三顺王当中 孔有德绝对算得上是带头大哥 尽管他年纪呀没有耿忠明大 但是影响力是很大的 在朱帆王当中也是最受清廷信任的 当然了 历史不容假设 至于他活着会不会对三藩之乱起到影响 还是您那自己琢磨去 咱们在留言区也可以就这事聊聊天 得嘞天不早了 您早歇着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呀咱们要说说这靖南王 上和喜